一个小小的偶然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李世民自自立克就是这悲剧的主人公 他是李世民最看好的儿子 却因一场误会而失去性命 他本可以成为太子 甚至继承大统 可最后却只剩下无尽的惋惜 世家之后注定不凡627年农历正月初一 将都王府迎来了主人的第二个儿子 这日本是个好兆头 将都王高兴的为婴儿取名李克 刚出生的李克强宝里睡得很香 还不知道自己已背负了多少人的期许 他生而注定不凡 因为祖上功勋卓著 家世显赫 李克的高祖父是西魏名将李虎 曾祖父李炳则是北州驻国 可以说李氏一族在北方已经积业良久 而他的父亲是此时功高盖主 掌控大权的唐王李世民 母亲则是李世民的贵人张杰瑜 出身河东张氏门帝不俗 尽管不是妃嫔 但张杰瑜在后宫受宠不减 李克作为长子自然是重点培养对象 一个月后李克被封为陆王 不久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夺得地位 建立唐朝 李克的陆王封号也随之升为阴王 633年李克再升为京王 当时李世民长子李建成和刺子李元姬已在玄武门之变中遇害 李克成了嫡长子 他的母亲张杰瑜也进了宫 成为财人 635年 李克被封为王族最高等级的亲王七王 母亲张财人也敬为朝夷 这无疑欲试着 李克很可能会成为太子 一个才华初衷又出身高贵的皇子 注定会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 李克从小就展露过人之处 文才武艺无一不惊 尤其善于骑马射箭 性格也极为英勇刚毅 托得李世民赏识 李克的才华 在639年举国称庆的团圆节上得到了展现 当时13岁的李克率领几百骑兵和亲信 浩浩荡荡来到长安迎接生母 李克身穿银铠 头戴银盔 腰选宝剑 策马飞驰 姿态潇洒 这一身鹦鹉打扮和不俗的骑士能力 立刻让人想起当年李世民平定天下的风采 看着儿子脸上兴奋又自信的神情 李世民心中涌起无限感慨 这个儿子是真正继承了自己的血脉 一心扶持最爱子李世民 此时已经是一国之主 手握大权 对于储君之位自然更加看重 在多个儿子中 他最看重长子李承前和次子李泰 李承前活泼聪慧 很得李世民宠爱 但过于轻挑 城市能力有限 李泰叫文物双全 性格温和 但偏于温养 不够刚毅 而李克这个儿子不但才学过人 武艺卓绝 为人也极向李世民 刚毅果敢 又稳重老成 可以说 李克将李世民自己的优点全都继承了下来 渐渐的 李世民在心中已经有了决定李克 就是大唐未来的太子 644年李世民患重病 此时已基本决定由李克继承大同 但遵循李治 他还是将这个想法告知了宰相长孙无忌 希望聆听他的意见 长孙无忌强力反对李世民废除李承前 改立李克为太子 他认为李承前是敌长子 已经被立为太子多年 此举可能引发动乱 考虑到长孙无忌在朝中的地位 李世民不得不让步 但他对李克的器重和期望从未改变 644年7月 李世民照李克入宫 独自谈话一整天 他不断恭维李克的才能 表示其他儿子不能接大同 只有李克可以完成他的遗愿 管理天下设计 李克拜扶在李世民膝前 眼中满是泪水 再三向父亲保证 一定会努力修身治国 不如使命 自此 李克耳濡目染 受到李世民的悉心教导 李世民将自己毕生的经验和祖宗 家训都传授给李克 并多方安排他联系朝中重臣 为他日登基做准备 权势图谋害死心爱之子 然而 李世民对李克的注意和期待 在另一些人眼中却成了极大的危险 其中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宰相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功高盖主 是李世民的心腹和左膀右臂 他帮助李世民夺得地位 自己也位及人臣 权倾朝野 为此 他极度期望自己的外甥李治能继承皇位 一旦李克成为太子 长孙无忌在朝中的地位就会受到动摇 所以他对李克心存戒心 甚至怀有杀鸡 六百四十九年 李承前终于因为谋反被废除 李世民春野你废太子诏书时 李克目睹了全过程 他看到父亲眼中说不出的悲痛 心中也隐隐作痛 李承前被废后 李世民更看重李克 对他寄予后望 李克也红了努力 希望能成为一个贤明的继承人 然而 就在此时 一场谋反案将李克推入了绝境 六百四十九年 房一爱在东都洛阳谋反 意图夺门而入 立李治为敌 这场叛乱迅速被镇压 房一爱辅助 长孙无忌趁机诬陷李克也参与此案 意图夺门 立吴王为帝 李世民大怒 立即命人讨伐李克 岁月念武 李克在祖母武则天的护持下 来到东都洛阳 不料刚入城门 就遭遇了埋伏 被斩杀 想年仅二十七岁 当这个消息传到李世民耳中时 他悲痛欲绝 因为这场误会 他失去了最心爱的儿子 千古汉世无尽惋惜 李克之词成为李世民的终生痛苦 在位置上 李世民别无选择 只得立李治为太子 但他再也提不起尽头处理政事 此后年终 他一蹶不振 大权旁落 652年 李治继位为帝 就是后世诟病的唐高宗 而剥夺了李克生命的长孙无忌 也在655年被李治赐死 当真正登上皇位后 李治才明白 先帝对李克的重视非虚 自己的才能完全不如李克出众 也无力掌控大局 最后只能将侍权交给武则天 李克英年早逝 成为唐初最重大的汉室 李世民错过了立他为太子的机会 才导致他无辜死去 无数臣子也在心中暗叹 若李克得以继位 大唐的国运定会更加繁荣富强 相比李治的庸禄无能 李克的优秀无疑更适合掌管天下 他本可以为唐朝继续走向辉煌 而不是在盛世初期就步入颓废 数百年后 史官评价道 李克文武才义 过于朱地 太宗长成其类极 可惜最后只能给他留下无尽的惋惜 以及一句叹息 他本可以成为太子的 好 好